一年多前,我的作品 2020年,台灣將發生嚴重且無情的事情 這是根據日本2062年未來人的說法,研判的 當時標註8月18日 所以很多人在幾天前就在留言說 時間快到了,結果18日到了 很多人又說,什麼事也沒發生啊,真的沒發生嗎? 在台南六甲發生了兩次,連續兩次發生了有感中型的地震 8點33分,還有8點42分 哇,那時候真的很害怕,因為搖很久 然後這個地震局的報導是 震度啊,高達4.5級啊 震源深度只有11公里,是屬於前程的地震 所以說地震真的有發生,但是地點在台南而不在台北 但是,中國的預言大部分都是以農曆為準的 所以8月18日指的並非國曆 而是農曆 那換算為國曆是在10月4號 還沒有到耶 現在才8月下旬而已啊 這次是在1862年發生6.6級左右的大地震 曾經在1964年發生很大的地震 但那並非這一次的六甲木基寮斷層 出口斷層呢,在地表就可以看得到 但六甲跟木基寮斷層呢 它是埋在地底下 六公尺到九公到十公尺的地下 這個斷層面呢 大概傾斜 30度到45度之間 應該是屬於說 沉睡中的活斷層 就等於是在釋放能量 也就是說 台南人躲過了大地震這一節啊 斷層一個一個蘇醒 再來,南部再來就換北部啊 三腳下斷層 難道就不會蘇醒嗎 就好像說 二哥醒啊 是不是把大哥給搖醒呢 所以說 10月4號 大家還是要 提高警戒 而 要提醒台北人的是 鏡空法師所說 不平 引發 地震 稱怒 引發 火山爆發 所以說 阿彌陀佛 散哉 散哉 祝大家身體健康 平安 無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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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